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松月 那今天呢要繼續分享我們的生存日記 好像有一段時間沒有拍生存日記了欸 其實 有點敢害啊 好沒關係那上一集呢 我們不是有跟各位說要做個安家 還什麼的對不對 我基本上就是挑了幾個 現狀比較有可能做得到 然後也比較有趣的安家好了 當然也是有很多是來亂的啦 比如說什麼把房子炸掉啊 什麼把東西丟到岩漿裡啊 基本上那些對不對 我一個都不會選 好的那我們第一個安家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說安家喔 因為這不算安家 畢竟我是用選的喔 所以說當成任務好了 今天的任務就是第一個 用翹翅飛到這個 在這個玻璃平台上 然後再拿掉翹翅飛下來 跳下來是不是 這有什麼難的 真的很簡單 這個我就做給你看 可是我知道為什麼啊 來來來來 我們拿掉翹翅有沒有 你是不是有點忘記了 我這個地方對不對 玻璃平台是因應下面這個溫泉啊 基本上我不可能 不可能不會掉進溫泉裡的 除非我偏了這樣子 那我今天的話大概是選了 大概四個吧 因為我覺得選太多的話可能 可能會太長你知道嗎 沒關係啦也許以後有沒有 觀眾如果喜歡我 做這些安家的話 儘管在下面留言啊 也許我每一集都會找我一兩個來做啊 當然有趣一點的話會比較OK啦 好的那下一個任務呢是 就是問我這個生存有沒有 第一棵砍的樹大概位在哪裡喔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 我可能要稍微 欸查一下第一集喔 我第一集在幹嘛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這裡是 森林是不是 松樹林 好啦沒關係啊反正 既然是松樹林的話 我們就開始生存吧 OK我稍微查了一下第一集喔 我知道在哪裡了 就是我之前講的嘛 就這個暗龍林這邊啊 這邊的樹都被我砍過一輪啊 大概在 欸我是從這個地方跑過來嘛 然後這裡就有樹 應該是在這一個附近 這附近 呃這附近的一些地方啊 不過因為我把樹撞過去 不是按照原本的那個位置撞 所以說我也忘了去一些位置在哪裡 不過應該是在這附近的樹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 為了紀念我們也來砍一顆好了 再砍一顆好不好 你看以前和現在的速度差超多 好啦好啦做了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們今天 要做的事情主要是這個啦 我們要來養一隻北極熊 順便幫他蓋個家 類似這樣子吧 北極熊 這個好像是我很久以前 就已經說過想要做的事情了對不對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做 要找北極熊的話 我們會需要先做一個酸省欸 酸省 酸省我放在哪裡啊 欸我這裡好像沒有酸省了欸 沒關係我們再來另外做 還好我的線和史萊姆球超多的 現在已經不是當年那個物質匮乏的時代了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找北極熊吧 這附近的北極熊應該沒有被我殺光才對啊 我記得這附近應該還有才對啊 真的一隻都沒了嗎 喔有有我看到一隻了前面這裡 兩隻兩隻兩隻 我看到兩隻了 欸還有我之前染色的羊欸 染色在這裡 過來 你這隻熊 就是說北極熊我記得是不能繁殖的吧 好像麥塊最新的動物啊 比如說北極熊啊 或者是鸚鵡啊 這兩種動物好像是不能繁殖的 除了1.13更新的那個海龜吧 海龜好像可以是不是 過來啦你們這兩隻熊 說北極熊真的很難拖你知道嗎 平地他還會走 可是有這種 要跳的有時候他就跳不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喔 你看又不跳了又不跳了 莫名其妙欸 跳一下好不好 也太肥了吧你們 跳一下喔 欸你到底有什麼問題啦 跳起來啦 我看一下我們北極熊到底要養在哪裡喔 好麻煩啊我們只養在冰湖上好了啦 在這邊 煩死了一直不過來 冰湖上一片平的多棒啊對不對 我已經懶得把他帶回家了好不好 這兩隻熊就是我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啊 魔神劍的看守人好不好 魔神劍看守人 哇然後我這邊應該放個黑色玻璃的 不然很容易掉下去 OK 那我們要蓋他的家的話 最重要的還是要蓋一個雕像嘛對不對 就是北極熊跟敵人這樣子 你知道嗎 一顆頭 然後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啦 呵呵呵 可是這樣的話我們會需要很大量的血喔 我記得我家那邊血應該沒有很多才對 欸咻 欸咻 OK 然後翻一隻雪人我們就可以 快樂殘血了 OK 那我們挖雪之旅正式開始 嘿 哇順兼滿欸 等一下 挖雪的速度真的快 太快了 可是我這樣只要挖一小箱也要挖太久吧 我這樣挖那麼久 然後才一組欸 我要總部這個動作好久啊 等一下 欸 挖完了欸 等一下我的鏟子爆掉啊 挖那麼多 哇 放不下 欸總共合一合的話是 這樣子吧 這樣子 12組多 12組快13組吧 我主要是想要做一個北極熊的頭 然後 做點 裝飾還是什麼的吧 這樣應該會好一點吧 那這隻雪人你就自由啦 我沒有那麼壞了吧 把你抄 抄一抄 然後還要讓你困在這裡 我沒那麼壞 你可以離開了好不好 你可以離開了 OK 那我們現在的話嘛 就是剛在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他就當我們的 北極熊的 預定度 預定處喔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北極熊 到底長怎樣好了 嗯 哇他的 我發現北極熊頭只有7格而已欸 你知道嗎 7格 到底多大啊 因為他全擺了我不好抓 他的格數喔 我大概會想要做這一把 大概前角 前角多一點的位置就是頭 這樣子 大概這樣大小 隨便啦 反正隨便應該隨便應該 看起來不像 請各位負責好不好 OK 基本的那個 雛形帶好了 各位看 看得懂吧 好像哪裡怪怪的欸 是我的問題嗎 熊應該就長這樣子吧 好像哪裡怪怪的欸 等一下 我會覺得他下面這一場太厚了 應該長這樣子吧 然後他嘴巴 335 我懂我懂我懂 這樣走路有點看應該有比較像吧 有嗎 有嗎 我感覺好怪喔 北極熊你不要讓我失望啊 好不好 不要讓我失望啊 這樣子有嗎 好像有點像欸 好像有點像欸 北極熊先生 北極熊先生 你長這樣沒錯啊 好 我覺得還蠻像的啊 這就是我們的北極熊先生 北極熊先生的溫暖的家啊 然後我就將他全部填滿就好了 用血填滿 就很像了 到底在幹嘛啊 OK完成了 各位看一下啊 欸等一下 泥土沒有拿掉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這樣有點像嗎 這樣像了吧 喔 喔 你是誰 我到底蓋了什麼東西 嗯 啊沒有耳朵啊 少了耳朵少了耳朵 好不好 純粹少了耳朵 他才會不像的好不好 來來來 北極熊先生 你長怎樣呢 喔 還蠻像的欸我覺得 忽然覺得很像北極熊了有沒有 我只是蓋他的頭 沒有蓋他的全部身體 因為蓋全部身體好累喔 不過當然不是只有這樣子啊 我要再回去準備點東西 如果只有這樣子 北極熊也太可憐了對不對 我們是要蓋他的家啊 懂嗎 我還是覺得好像拿他點怪怪的欸 不知道是沒問題啊 好 沒關係啊 接著呢 我們就在這邊 弄一個 欸北極熊先生的那個 圍巾好了 畢竟如果只有那個 像赤裸身體的話 實在是很冷嘛對不對 這樣是不行的啊 我們要多一個圍巾之類的 圍巾之類的東西 好的 那我們重頭戲 基本上可以蓋都蓋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 在這邊開一個門吧 在這邊 開一個門 然後進去裡面 這樣子走進來 好像會有一種那個 孔 幽閉恐懼症對不對 這樣感覺好像有點 有點恐怖 有點難受的感覺喔 我當然不會只是這樣子啊 我要在這邊 開一條路往下走 往下走到下面去 讓北極熊可以安心的 住在這下面有沒有 所以敵方就給我挖一挖 這邊挖寬敞一點 ok在這邊放個草 這樣子應該就ok了吧 我覺得我的北極熊蓋得還不錯啊 有沒有 北極熊先生 你們三隻個過來 你們就是住在這裡面的 就住在這裡面好不好 進來進來進來 ok那我們就三隻北極熊可以養了 接著就 封印 就是這樣子 北極熊我不知道可以幹嘛 就只會 吃 然後打人而已 也許以後北極熊會有繁殖系統啊 我也不知道 然後可以產什麼熊奶啊 什麼熊皮啊 這個就 再看看吧 好的那大概就這樣子吧 那如果各位觀眾還有什麼 覺得我應該還可以再改的地方 盡量跟我說啊 好的那大概 那大概 最後一個任務呢 有一個觀眾問我說 我在minecraft裡做過最蠢的事情是什麼 怎麼挖 都在岩漿上啊 他也不 蛤 蛤 蛤我拿歷史幹嘛 好 那我們這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如果你們喜歡歡迎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別忘了好聽 還有小鈴鐺 那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